2021年我身邊這位朋友 其實曝光率是奇高的 即是帶你們去吃東西 有自己的電視節目 還做導師 KOL 他都有份 你也有帶我去吃東西 又是廣告 又是廣告 穿不同的衣服 拿不同的香水出來 但是音樂上 現在10月才正式開始第一首歌 舞台劇歌不算 因為他仗義幫忙 《懷胎10月》 還有你轉了身份 你是一個獨立歌手 是 不知不知不知已經有10個月了 對我來說是特別的 這個歷程 對我來說是意想不到的 是嗎 前幾年你派的頻密程度 是 又來又來 你做到這麼多首歌 又出大碟了 你是一連一首大碟 現在突然間是一年不見了你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 你都收得很密 我沒想過原來你會走獨立歌手這條路線 當時我記得我應該是第一個 差不多跟你說的 然後我說的時候其實某種程度 我現在回想到 是有 即使我對外有多肯定 或者覺得我自己走那條路 都一定有些時候會有些不安 有些驚慌失措 或者有些時候是 究竟怎麼開始這件事呢 但是今次這首《10月懷胎》的這首歌 我想都是記錄了我在這一個時間的 心路歷程上的轉折 然後去到這一個時候 找回我的佛系人生 在開始選擇走這條路的時候 有沒有少少不知道怎麼開始 甚至迷失 或者要請教行內哪些人 去幫自己這條路開始得順利一點 有 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我去到《10月懷胎》才出歌 其中當然有一個部分 是頭一兩個月 是處於你剛才所說的這種不穩定的狀態 接著就開始去找一些方法 去令到自己 將這個所謂沒有形狀的一條道路 但變成是不要緊 你不一定要找空間的 但是在這些不同的部分 你找到你自己自處的方法 其實在這個世界 在現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環境 其實可能已經是最足夠的做法 不是要再找多少東西 去保護自己 然後是當你很鞏固了自己的內在 你很知道你自己很相信一些理念的時候 無論那個轉變有多少走過來都好 你都懂得去基於你的一些理念 然後去過關口 但是在過程當中有沒有受到誘惑呢 在我心目中就是 喂 離開confer zone 哎呀 怕怕的 一定會有其他產品公司來敲門 喂 你獨立嗎 不如我來我那裏吧 要 還有經常說那句話 求包養的 現在很多人都 喂 我不想搞那麼多東西了 你養我吧 這樣的 有沒有當中出現過這些 有一剎那閃過的 也要多謝有這些存在 有這些出現的 但是同一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那個理念 開始會覺得 應該是要由自己出發 當然有公司 有包養 當然又有包養就好 但是同一時間 我也不可以奢求 這些和我想合作的班底 是一定要理解我的行為行徑 心態 其實這個是很奢侈的 其實大家 講工作而已 講怎樣做事而已 但是 Artist 最有趣的位置 就是其實我們要用一個 比較商業的形式 來包裝一個活生生的人 成為一個賣出去的貨品 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其實挺變態的行為 其實我們會做一首歌 其實不是很種程度 都是在販賣一部份的靈魂出去 某部份的學習 要很坦白很赤裸地去呈現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 那有什麼 直接得過就是我自己告訴大家 我想擺些什麼出來 去作為我的這個產品 你走上獨立音樂人之路 應該說很好計劃 我三月出一首歌 還是佛系 Follow the flow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究竟今天的許婷肯 變成怎樣 都可以和你更新近 其實我接下來的大碟 錄音的部分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嘩 即是現在玩 是我做好了 才和大家見面 這是我今年的一個計劃 其實本身都可以說 本身第一首排頭歌 並不是原定的 這個法系人生 但也很慶幸 是因為我們用了些時間 去錄音也有個進程 也有個過程 其實我錄到第三首歌 我錄到第三首歌 其實到了一個環境 到了一個位置 是覺得有少許趣 可能和大家在《金典經歷》的步伐 有些類同 會有些上升和下降 會有些時候覺得很停滯不前 我去到第三首歌 是有少許停滯不前 然後到第四首歌 其實本身的歌名 並不是叫法系人生 本身這首歌名叫做《不在場證據》 很不同的東西 然後直爺幫我填的時候 填完之後 我和阿瑜試唱了一次 唱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是 這首歌本身不是這樣的一件事 但我要 因為其實直爺的份詞是不能挑剔的 就算是原版的《不在場證據》 不能挑剔的 但同一時間 這些很感受的東西 我那一刻是很相信 我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令直爺去明白 然後我跟阿瑜說 不如我們錄完《不在場證據》 這個版本之後 我們最後錄兩剔 錄兩剔 我只唱像Demo一樣 用我的聲音來拉出來 去唱一首歌 然後我們傳這首歌給直爺聽 當然我們有傳了《不在場證據》 但同一時間 我們重點就是 我相信用我的聲音去解讀這個Demo的melody 去唱出來 我相信直爺會明白 而且不是用語言 是感覺 然後直爺就填了法系人生 首先第一件事是彈詞 他膽敢寫是彈直爺之詞 第二件事 不用說話 直爺你感受一下 而你們的默契和connection 就是可以變成這件事 我又想知道 原本的題材跟佛大人生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其實也有它很值得存在的價值 我都留了一句話給你 這個題材其實我很想保持 我們下次如果有一首適合的歌 希望可以放下去 施主參透錯滑對 是非不講證據 我終於明白為何你要選這首歌 做你十個月來的第一支排台 原來他經歷了這麼多 你想想他講出來的時候 現在也有點陣陣 會的 翻箱倒洞是吐出來的 是 所以不是說這個行業很變態 要將自己的經驗變成一首歌 之後還要唱出來 對我來說這個過程很逃心逃肺 樂迷是喜歡這種真實 多於你說我憑罪人 也是 還是以前那個 我開心是最近聽到很多我身邊的人 或者一直追蹤我的歌 就覺得我開心了 甚至我見到一些以前的同事 他也跟我說 我覺得你開心了 即是在我們眼中包括我 其實你從出道到現在 那條路感覺是順的 起碼沒有聽過你突然間出了一件大事 再加上你是在做你自己喜歡的音樂 每年又會出唱片出大電 那你今年突然間大家都會覺得 他開心了 有很多工作 突然間在這個訪問他就說 不是 我真的不怕動 對 我覺得這兩個想法沒有衝突 其實每一個人看起來再順也好 其實他的順是來自於很多 在面臨不順的時候 如何自處 或者調節 調節 到變成 我覺得今年的學習就是 如何把這些環境變成現在 一首很喜歡的歌 或者變成一個 其實是 那些痛 那些不開心 那些負心 那些負心 會轉換另一個樣貌 去呈現給你看 那你今年遇到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是 最大的挑戰是 要在那種不安和不穩定 要找回自己的蹬腳 嗯 講一些實在一點的事情 我入行也有十二年了 那面對的話 可能我們今年有很多新的浪潮 甚至是很多新的 Emerging的音樂人 哪怕是Indie界 也好Pops 也好 突然有很多新的走行 那我也會想 我在這個環境 在這個流水式的一個 勇世的時候 我如何自處 那我很慶幸的是我找到 而且我不是很刻意地說 我一定要去追回時代的部分 那我就在這個時代的部分 找到自己的感觸點 那在音樂上 你現在想自己達成的是什麼 我今年給了一個課題自己 是的 因為我同學團隊 我們有自己的A&R 我自己也有選一些我自己的喜愛的Demo 但其實今次就是剛才所說的 很放低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比重 我亦都很願意 take up 例如我的團隊 我的A&R 去告訴我 這首歌他覺得很適合我 哦 然後我就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從來我最look up to的歌手 其實都有這個能力 我不是以聲音樂作詞 但是我最look up to的歌手 是他會很厲害 在不同的環境下 就算別人給一首什麼歌都好 他都可以用他的方法解讀演繹 我今次就做了這個課題 我一開始就跟監製說 我今次這首歌 你給我什麼 我都會唱好 唱到的 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我會很偏私的 我喜歡的歌就會盡力更好 我不喜歡的歌就會想方法解決 其實是很合理的 人之常情 我都不會怪我以前自己有這個想法 你喜歡的歌唱歌 我本身唱歌就是因為喜歡才想唱的 但原來在商業世界 有些時候確實地 你未必可以做到首手 都是你最愛的作品 但是我今次這首歌 我的不分高低就是 你給我哪一首歌 我都是用同一個心態 同一個力度 同一個 對 即是同一件事去唱 所以接下來這張大碟 應該是大碟 應該是Alfred的修行之路 他正在修行之路 他正在修行之路 我們現在進入佛系人生 多謝你Alfred 謝謝你